TikTok和字节跳动不符TikTok剥离法案 起诉美国联邦政府违宪 美国司法部回应 法案针对的是TikTok联系境外敌对势力而产生的国家安全问题 与言论自由无关 TikTok和一般的社交媒体有什么不同 它能拿走你什么信息又把什么输入你的大脑 多年来华盛顿一直指控TikTok与北京的关系 有可能将美国人的个人信息暴露给中国政府 但美国人似乎不以为然 当你认为所有其他社交媒体的社交媒体 他们也拥有你的资料 也拥有所拥有的资料 也拥有所拥有的资料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是TikTok是正式的 也认为政府知道什么我认为 但一 total禁止 我认为不认为 我认为什么资料是用的 但我肯定感觉有可能是一个危险 我认为所有的训练 TikTok和其他的社交媒体有什么不同 TikTok可以收集你的手机上 所有应用程序的信息 至少每小时一次地监测你手机位置 无时无刻地读取你日地和通讯录信息 如果你拒绝给它权限 它会一直要求直到你同意 Malcore which is essentially a malware rating service put out a report that basically identified TikTok's data collection practices as consistent only with that of malware It is true that Facebook has all sorts of nefarious data collection practices but the TikTok collection is very different TikTok is not beholden really to any of the U.S. jurisdictional oversight That's one of the main checks and balances that we have over America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like Facebook, like Instagram is their fiduciary duty to inform the shareholder when you look at TikTok they're beholden only to the CCP TikTok对使用者构成的威胁 就相当于每个口袋里都有一个中共官员 科技的发展让传统意义的国界破防 早在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 就意识到中共对美国公民隐私 和国家安全的渗透 是在下一盘大棋 刚开始是一个小小的电视盒 让中共宣传指导美国家庭的电视机 后来用WeChat 中共既能采集境外用户数据 也能精准投位信息 把审查和宣传覆盖到大多数海外华人 如果说这些只影响华人社区 TikTok的异军突起 则影响到所有美国人 高达1.7亿的美国用户 是美国的一半人口 加之算法的粘性 是TikTok比任何广播网络都更加强大 从2020年到2022年连续三年 它是美国乃至全球 下载次数最多的应用程序 这当然会引起美国政府的警惕 人们都说世界上最难的事之一 是把自己的思想放在别人的脑袋里 华盛顿担心 TikTok有能力收集审查 甚至为美国用户推广某些特定的内容 影响美国人关于空腔 堕胎和宗教 乃至总统大选等问题的讨论 你如果说用一个国家机器来操纵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电子平台 和社交媒体 那么这个对美国的言论自由 对美国的基本的公平原则都会有重大侵害的 因为你的目的不一样 你不是商业的目的 你主要是通过这种商业竞争的平台 来推动你的国家的政策 这国家政策是以摧毁美国的民主制度为目的 根据中国的法律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 这将字节跳动 甚至是TikTok的数据 完全置于中共的管辖之下 so in terms of risks of foreign ownership based on the fact that you know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of the Chines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ives the CCP very broad leeway in compelling companies to hand over data and has somewhat severe punishment for not doing so we basically said this does the foreign ownership by China does present a unique risk in terms of you know the national security risks 从2020年起历15年 特朗普和拜登两任总统 先后通过行政和立法手段 试图在美国封禁TikTok 终于在2024年4月通过了TikTok剥离法案 全称是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的 应用软件威胁法案 规定字节跳动 必须在270天内出售TikTok所有权 除非美国总统延长 大限就在2025年1月19日 面对不卖就近的暗淡前景 TikTok和母公司字节跳动警告说 他将利用一切可能的法律手段 来反对TikTok剥离法案 5月初 他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仍然寄出宪法第一修正案 言论自由的双方保健 不过美国司法部7月26日表示 TikTok滥用了宪法第一修正案 在于法规针对的是 TikTok与敌对外国势力的联系 所特有的国家安全问题 而不是受保护言论的任何压制 因为它是很明确当你 read the bill 在最后的冬季栏 在最后的核心栏栏 我们让Pravda和KGB 去买《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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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 我们看到的证明 BiteDance 是中国公司的货币 的能力刷出信息 这也可能会变成了 巨大的货币 为中共的联系 所以我并不想拒绝TikTok 我只想它被购送 是非中国公司的主义 虽然认识到中国应用程序的国安风险 但开放社会发面来风 漏洞百出 是不是注定敌不过专制社会 别有用心的攻击呢 1947年国际安全法 重新调整到美国的整个的国防 情报 经济 甚至教育系统 都把它联合起来 就为了一个目的而行动 那就是为了击败苏联带来的挑战 现在中共对我们的挑战 对美国的行政制度的挑战 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挑战 对世界自由的挑战 比当时苏联还要厉害 四年前 TikTok打官司 推翻特朗普行政命令 这一次要真正解决中共 和TikTok带来的威胁 余茂川认为 美国应全面国安立法 当时的法官也是很同情 美国行政当局的这种意图 但是它没有这种法律上的 一个条文作为武器 来认可行政当局的一些行政命令 所以说现在美国最需要的 就是一种综合性的国家安全法 把中国对美国的安全 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从法律的角度来做这个东西 中共专了很多控制 美国是一个开放社会 它可以花钱过很多有名的律师 来给美国打官司 而且往往都能打赢的 这就是漏洞 但是也有人认为 在自由开放的社会 竟用TikTok并非解决之道 美国政府该做的是 加强社媒平台的资讯透明度 如果你想想想想想看 вли力上的盲 你会不会有美国 印象悬需要 BPNs像中国的 中国人在封印封 社会吗? 但我希望 令人会想想想想想 给大家看得到更多 更清楚的解决 了些种猜测的 专程中的 它续律 怎么看向 国家的资讯 如何是在物件发生的 中国网信一纸公文就能让苹果公司乖乖 从中国区商店下架包括 WhatsApp、Threads、Telegram等一众加密通讯软件 与之相比 TikTok在美国就是打不死的小强 即便历时数年进了TikTok还有后来人 日前一大波中国应用程序正在美国攻城掠地 眼下风靡全美下载量排第五的免费娱乐应用软件Talki 就是中国研发的AI聊天机器人软件 众多中国AI应用软件开发者因中国政府监管太严 而无法施展等原因正涌向海外寻找生路 中共无处不在 我们躲得开吗 我们不能去任何地方 我把TikTok禁了 我离开了几年了 我只是在免费的时间上 但是真的有了很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